開始跟大家講《九命奇淵》這部中篇小說了。 要講這部小說,就用四句大家都比較熟悉的詩,來做開場白的。 不是風龍竹,便是雨淋離。 民間多疾苦,四夜有悲聲。 藉此四句,引出一段清朝雍正年間,發生在我們廣東民間的冤情。 亦就是民間廣為流傳的梁天來告御長,這一段九命奇淵。 雖然他故老相傳,說雍正是一位英明神武的皇帝,好注重國際民生,情治貪官污吏,又非常嚴厲。 但是正好就是在雍正六七年的時候,廣東潘儒發生了一件七師八命的大案。 受害者就逐級去院府,以師府院告狀,但是都告不入兇手。 雙反兇手洗下橫手,用錢買通上下衙門,就可以逍遙法外了。 復敗的官府,反為將仗義作證的人,劍生打死。 真是可以說,雍正六七年間,探官污吏,暴滿廣東,搞到天日無光。 既然這位雍正皇帝,理智這麼好,為甚麼當時廣東的清廷官府會這麼腐敗呢? 真是奇怪。 還有一個就是,通常去造賊的人,多數都是那些無賴地貓亡命之徒。 哪裏有說有成大把身家又有教養的人,會甘心情願去造賊的呢? 那你就別說了。 在九命奇緣這件大案裏面,真是有這樣一個人。 他造賊不是志在錢銀,而是要殺人。 那你說奇不奇呢? 是的,各位,如果想知道九命奇緣這件大案的奇怪之處, 那就要聽我一回一回,慢慢地表綴出來。 話說我們廣東素黎都有繁華地區之稱的。 一向以來,南北兩地的人都看準這個地頭,在做生意。 以前水路未通的時候,南來北往的人就要走江西那條路了。 剛好江西和廣東交界的地方,就有一座山嶺叫南洪嶺, 也就是廣東省南洪州所屬的地方。 過往的行人要經過這裏, 朝廷就在這個地方設一個關卡,徵收關水。 那一來,南洪這個地方就成了南北的通渠, 過往行人客商必定要脅腳的地方。 一些有想頭會做生意的人,就看中這個地方在開行設店。 其他的店舖我們就不講它。 現在單是講一下其中一間,叫做廣源字號的籌段舖。 這間籌段舖是由兩親戚合國開的, 一個古東姓梁寧朝大, 另一個古東姓梁寧宗客, 梁寧宗客就是梁朝大的兒子了。 兩個都是廣州府潘如苑人士, 狼、狗兩個人好夾得, 正所謂家和萬事卿, 生意年年好景。 到後來, 梁寧宗客不知在哪裏發了一筆橫彩, 那就先一步回省城歎世界, 所有南洪的生意, 就交給梁朝大打理了。 啊, 誰知道想都想不到, 樂極是生悲。 那個寧宗客發了橫彩都沒有多久, 就呼呼哀哉了。 他過了年齡, 梁朝大雄南洪也一病身亡。 現在說回, 寧宗客有一個兒子, 叫做寧貴興, 表字其白, 一向都是在書館讀書, 準備考鄉事。 那老爸過了生, 乾脆就勞無讀書, 梁朝大就有兩個兒子, 大兒子叫做梁天來, 二兒子叫做梁君來。 梁朝大過生的時候, 他們還住在潘如潭村, 也知道老爸過了生, 不用說, 兩兄弟當然是留夜在鄉下趕去南洪, 尿你老爸的後事了。 喪事辦完之後, 兩兄弟就盤點, 發現廣源自豪的生意近年來越做越膽, 兩兄弟就商量了。 娘已經到了這番年紀, 兩兄弟都不適宜離開得太遠, 但是在南洪這個地方開店, 沒有人打理又不行, 怎麼辦呢? 再說, 林表弟一向想讀書, 又未必肯來打理, 看來最好都是寫封信給林表弟, 叫他來南洪一堂。 大家一起跟眼, 將廣源自豪盤清他, 然後頂給人做, 那盤出來的錢, 就按照原來的股份分了他, 這樣一來免了這頭生意牽牆掛肚, 二來有了現成的錢銀也都很周轉, 回到省城也都可以想過其他的生意, 估計林表弟也都會同意這樣做。 兩兄弟商量好, 就寫了封信, 通知林貴兄。 零貴兄收到信之後, 沒有幾多日就來到南洪, 梁天來兩兄弟, 就再將原來的想法, 跟零貴兄談談。 零貴兄也沒有意見, 那當堂就答應了, 於是三個人就著手盤妥, 找人頂手了。 這單交易也都順利, 不用幾多日, 就整盤數都搞定了, 盤出來的錢銀, 當然就是按照原來的股份, 二一分作五分了他。 但是還有二十四隻玉石花盤, 和一堂花梨木桌等, 因為在價錢上面倒不行, 一時還沒找到人要嘛。 梁天來就跟零貴兄商量了。 啊,表弟啊, 我們總不能夠為了這兩套東西, 擔不下時間的。 啊? 幸好這兩套東西我們大家都用得著, 不如我們兩家分了它, 你說好不好? 零貴兄就說了, 表哥, 好好的兩套東西分了它, 可惜一點。 不如我們兩家投標股價吧。 哪個闊佬出的價錢高的, 就拿錢出來搬所有東西回去? 開價低的那個? 得不到物件,得到那份錢, 那就更好。 零貴兄這樣說, 亦都提醒了梁天來, 想到梁貴兄提出的辦法也多好, 於是就確定下來, 邀請了一個老伙計, 和左右旁邊的一些行家做公正人, 兩個人就各自寫了投標, 然後就交出來當眾開標了。 開標之後, 梁天來出的價錢是一百零五兩銀, 而零貴兄出的是八十兩, 按照原來的協議, 梁天來就將一百零五兩銀, 親手交給零貴兄, 誰知道這個時候, 零貴兄就有些犯婦, 不肯接梁天來遞過來的銀兩, 他還說, 老實說,表哥, 這兩套東西其實表弟我很喜歡的, 不過這樣, 我一向在讀書也不知道什麼, 所以出價就出低了, 不對這樣, 我在你這個價格上面, 再加多五兩銀, 總共一百一十兩銀給你, 你將這兩套東西讓給我, 聽見林貴兄這樣說, 那梁天來想下, 這兩套東西自己要又得, 不要又得都沒有什麼所謂, 正想說答應, 誰知道還未開口, 旁邊做公正的老伙計就說, 這樣又怎麼行呢? 當眾投標, 就是最公道的事了, 現在標都開了, 又來加價? 那起初又何必投標呢? 倒不如當初大家二面六對, 說好他就算了, 現在請齊公正人, 當眾開了標, 又來加價? 當眾開標, 就等於是多此一舉的, 再說吧, 林世卿你當面加價? 梁世卿也能加價, 如果梁世卿爺都喜歡這兩套東西, 他又要加價, 那你加我加就一定撐起來了, 以我的看法就算了, 還是按照原來的做法, 梁世卿拿錢出來, 只有些物件就算了, 免得因為這麼少東西, 兩老表反面, 你是老夫的如見, 聽不聽, 就識趣尊便了, 老伙計話音都未落, 後面一班做公正的人, 就你一嘴我一嘴說了, 老伙計就說得對啦, 若不是, 今天請我們來做公正, 賺多此一舉的, 林貴兄弟, 大家都是這樣說, 沒有辦法, 唯有死死氣氣, 接了梁天來遞過來的銀兩, 這條氣就不是好順的, 好了, 連首尾功夫都搞定, 表兄弟三個人就一起租艇離開南紅, 梁天來兩兄弟就分潘如譚村, 而林貴兄就分省城, 那現在梁天來兩兄弟, 我們暫時不講字, 先講林貴兄, 林貴兄自從跟梁天來兩兄弟分手之後, 他亦都沒有直接回家, 只是請姑娘將行李擔回家, 自己一個就在廣州街逛逛逛逛, 無意之中逛到馬鞍街, 見到一間店舖門口, 吹吹吹吹吹圍滿人, 店舖上面掛著一面, 伸促促的招牌, 上面寫著, 江西馬半仙, 專參陸, 淫神火, 堅精靈相, 陰陽地理, 總共十九個大字, 林貴兄看了, 他心就想了, 啊, 以前經過這個地方, 不見有這檔東西的, 看這樣的樣子, 都是新來的, 哼, 找他算下命, 看他靈不靈都好啊, 林貴兄心是這樣想, 他就在人堆當中逼進去, 入門之後一看, 這間屋裏面擺著一張貨壇, 對上一些坐著一個人, 頭戴瓜皮小帽, 身穿藍布長衫, 外面還抓著一件天青羽毛對襟馬掛, 頸上面圍著一條玉藍靈子的硬領, 黑黑瘦瘦尖嘴喉塞, 嘴唇上面留著兩片金黃色的八字鬚在那裡, 臂梁上面架著一個代母邊黃銅腳的老花眼鏡, 左手抓著一支三呎多長的竹煙斗, 後嘴猛在那裡絕, 兩個鼻孔就像媽煙通一樣, 時不時噴兩棵龍煙出來, 右手抓著一把白紙面黃竹筆的摺線, 半開半合在那裡, 入下入下, 隔著老花眼鏡的兩片水晶, 只見一對三角眼在那裡, 瞇一下斬一下, 瞇一下斬一下, 林貴兄入門之後就跟他打招呼了, 馬半仙聽見有人跟他打招呼, 連王點頭蝦腰, 左手快點放下竹煙斗, 把老花眼鏡脫了脫, 嘴裡頭一連說幾聲, 嘩,請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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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邊講一邊就由頭到腳, 立了林貴兄一眼, 只見這個年輕人, 腥靚白正, 眼珠細嘴唇薄, 拳骨高被逆反, 頭戴著細黑布的瓜皮小帽, 上面扎著一個藍毛傑, 也就是戴孝這樣的意思, 帽帖上面對著一粒天藍寶石的帽子, 身穿著細肌亂藍布長衫, 手執著一把弓線式的圓線, 腳上面穿著一雙滑花式的京式素鞋, 鞋底成串那麼厚, 舉止輕浮沙塵白霍, 馬半仙立貫這一眼, 心中有數了, 就向桌底那裏托張椅出來, 請林貴兄坐, 零貴兄亦都不謙扬, 坐下就問了, 想說, 先生當然是初初來到這裏賺食, 難得多才多藝, 所以特意來, 選擇時辰八字, 見這樣說, 馬半仙就問了零貴兄的生辰八字, 然後撿起筆寫了下來, 接著摺著頭看了一會, 又輪流逐個手指頭盒了盒, 放下筆之後, 便脫下個老花眼鏡, 裂了裂鬍鬍鬍, 乾咳一聲, 雙眼看著靈貴兄就說了, 啊, 貴做是一個富貴相傳的八字, 啊, 弟弟我走江湖, 同人宣命二十幾年, 好像這樣的八字, 都不是見過很多個, 啊, 啊, 記得十五年前, 沒錯, 就是十五年前, 弟弟賺食賺到去北京, 當時有人就拿了個八字來書, 我算到他不僅富貴相傳, 而且財兼文武, 竟然是一人之下, 萬人之上, 啊, 不過怪就怪起他萬年那部魂, 正好遇上七殺洋人, 根據非星產道算下去, 正好那兩年, 又是喪門匹馬, 望神伯虎, 報敗天狗天虎等等的星宿, 應該是不得善終, 要過都以往, 喊, 那我依書講命的, 不理是好啊, 亦或是醜, 都要照直講的啦, 啊, 講到萬年果無雲, 我就說, 恐怕要破財黨災, 棋居出入, 都要謹慎從事啊, 你想想, 啊, 我們江湖中人啊, 就這一句, 就是教人吹吉避空的啦, 老實講, 算這個八字的時候, 我不知道這個八字是誰的嘛, 不過後來有人告訴我, 說那個是年羹耀大將軍的八字, 我就難了, 沒理人啊, 好像年羹耀大將軍那樣榮華富貴, 又怎會要過刀而死才行啊, 不用說啦, 當然自己功夫不到家啦, 怎知康熙皇帝加崩之後, 現在這位雍正爺登位, 沒多久就真是把那位年羹耀大將軍殺了嘛, 啊, 這個時候, 不到我不信, 原來一點都沒算錯啊, 啊, 老兄, 今天看了你的八字功名富貴, 或者就及不上列大將軍, 我不是說我拖大腳吧, 那個, 那個狀元宰相風行風雀了嘛, 就殺走不掉雞的啦, 並且萬年過暴運, 簡直是好到沒得談, 就是日作文青, 主生貴子這一籌, 就不知勝過年大將軍幾多倍啦, 馬半仙的一番話, 寧貴興聽了, 比做了將軍還要興奮啊, 只見他拍著大腿就說, 真的嗎? 真的嗎? 先生, 請你算下一生福祿, 批一個大批, 要收多少筆金呢? 風水先生, 批你十年八年, 不靈不收錢, 弟弟我有個規矩, 通常的人來算命, 我就只收回五錢稅銀, 若果是那些大貧大戰的命啦, 我算了出來, 奔文不取, 贈他一本, 等他去吹吉避兇就算啦, 若果是大富大貴的命啦, 那我當然希望他大脅下我啦, 不過, 我不用開聲的, 看看來算命的人氣量怎樣就行啦, 正所謂量大福大, 那些大量的人, 他會做的, 不會難為我的, 哈哈哈哈哈哈, 靈鬼兄聽了, 他拍手就說啦, 對呀, 對呀, 好, 我就送一兩銀的筆金給你, 麻煩先生你花點心機, 給我好好地批一下, 對了, 不知何時才批好呢? 哦, 要斷定一生的醫路, 就不可以含糊了事啦, 先要考定太陰太陽經緯, 看過拖元拖色, 又要參考七正四如飛星產道, 還要裝地盤神殺, 還要考察榴槤小限那樣最低限度, 都要十日時間吧! 十日就十日啦, 無所謂呀, 十日之後, 我找人來拿啦! 靈鬼兄一邊講, 就一邊拿了一兩銀出來, 送給馬半仙呀, 馬半仙呀, 老實不客氣呀, 馬上就收了, 他還加多一句話, 如果不嫌棄的弟弟我中奉陈一上, 不收不甘? 先生真是多才多藝呀, 招牌上面, 還寫著陰陽地理幾隻字, 我想, 先生看風水, 實行好靈驚的啦, 不甘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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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 弟弟在鄉下, 就是因為看風水看得美, 鄉下那些人, 還贈了三隻字給我, 叫我做鑽鑽石的呀! 哈哈哈哈哈哈 馬半仙接著, 還想說什麼, 誰知道這個時候, 有一個做打雜的年輕人, 匆匆忙忙走進來, 向寧貴兄請了請安就說, 大爺回來了呀, 為甚麼不先回家呀, 旁邊陳大人, 你拜候你呀! 寧貴兄聽見這麼說, 就馬上起來, 辭別了馬半仙, 帶著個雜公就出去了, 現在說回, 那個打雜的年輕人不是誰, 他叫做喜來, 十五六歲的年紀, 寧貴兄一向都將他當作心腹看待, 兩個人一邊回家, 寧貴兄就問起陳大人為甚麼找他, 喜來就說, 小人都不知道有甚麼事呀, 自從大爺去了南紅的第二日, 他就來過了, 小人告訴他, 說大爺去了南紅, 他就問何時回來, 小人說不知道啦, 從此以後, 他就三日來一次, 五日來一趟, 今天見到的孤里丹的行李回來, 他就馬上過來, 那我就招呼他, 在書房坐咯, 誰知道等極都不見大爺回來咯, 小人就乾脆出來找你咯, 又不知道去哪裏找好, 剛好遇到大宅那邊, 逆行大爺, 就見到大爺你向這算命, 小人就找到這裏咯, 兩個人傾傾傾傾就回家, 靈貴兄馬上就去書房見陳大仁了, 對了各位, 陳大仁連戲找靈貴兄幾次? 他找靈貴兄找得這麼急, 為了什麼事呢? 我們明天致講 是靈貴兄, 德大仁連戲找得好嗎? 甚麼事呢? 讀貴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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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